王力宏 我喜欢了你25年 整个青春都是你的歌 现在成为狗了 优质偶像的拳瓜宴 相信大家周末都吃饱了 这次的瓜实在太快太狠了 周五下班呢 开始爆雷 连续两天 当事人都是深夜发文 余悸自媒体 加班杆稿才刚发出去 马上又有新进展 好不容易熬到周一 早上刚开完会讨论好 本周继续追瓜 结果会才刚开完 王力宏道歉了 说实话 这些约炮 嫖娼 私生活混乱 婚内出轨 转移 财产 人性 应该变草塞 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始终觉得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怎么过的权利 但是你选了就要负责任 既然选择了要过放荡的人生 为什么又要为了应付所谓的传统观念 而去找个女人当时遇机器 装模作样 说自己爱孩子 你爱什么呀 三个孩子 两女一男 你是希望你的女儿遇到渣男 还是要让你的儿子跟你一样放浪行海 同样的 如果我们再倒过来说 真如某些在剂奏的营销号说的 你尽了一步无辜 那事情就更加很久思了 如果他从头到尾之情 却仍然选择入局 不管这事情是天真的傻女人 以为男人有的孩子就会改变 或者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 一个背后有专业团队的优质偶像 竟然又一次的公关失败 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最基本的权衡利益都做不到 专业度在哪呢 王力宏深夜发了那封道歉声明 洋洋洒洒 词不达意 阴阳怪气 开篇来个日文名字搞半天 原来是在带节奏 试图引导网友对李静梅的反感 通篇满满绿茶味 结果24小时不到王力宏道歉了 吃瓜群众这时候意识到 这就是一对知名美国夫妻的离婚纠纷 日本裔的妻子把自己的美国丈夫 比喻另外一位加拿大人 引发一位新加坡人 对中国报警 最终无数吃瓜中国人 大喊不敢相信爱情 不管生孩子 要我说啊 咱们没有几亿家产好分 更不是什么帅哥美女大明星 更没有华丽的学历行客的家族 就别想那么多了 明天还要上班呢 只好 整个地球 找出你的眼神最最可爱 只要靠近一点看 一眼心跳着彩 像阳光无可取代 融化了天空阴霾 你一笑 我的心亮起来 起床 干嘛 去早餐 起床了 吃午餐 起床了 喝下午茶 起床 吃晚餐 喝牛奶 睡觉 喝牛奶